哦,所以说,你俩到底是干嘛的 大家,赶紧把身上的钻石给我浇出来 那啥,等会儿啊,身上的东西太多了 我找找,给我看泡了 这俩小子也太有钱了,居然带这么多钻石出门 哈哈,我发财了 大家好,我是科学家 今天我又来做实验了 你没有看错,这个圆形的TNT通道是我搭的 哦,往里面放上传送履带 我要在这个下面建一个很厉害的秘密实验室 嗯,这么大应该够了 把墙壁改装一下 让他们能随着我的命令向中间移动 可能信心的小伙伴应该已经猜到我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这里我就先卖个关子 在这里开一扇窗户 这里面就是控制室了 哈哈哈哈 OK,一切准备就绪 差不多得开始寻找实验品了呢 嘿嘿,还是老规矩哈 请村民们来帮我的忙 在这里立一个牌子 只要穿过这个通道 就能变成钻石村民 哦 哎呦,这么快有人排队了 好了,想变成钻石村民的赶紧进去吧 钱到先得哦 哈哈 哈哈,看吧,他们激动了 比短跑冠军还厉害呢 哈哈哈哈哈哈 你想变成钻石村民 没错,就摆脱你了哈 哈哈哈哈 没问题,你在那里好好站着别动 实验马上就开始 嗯? 我去,你没有骗我吧 放我出去啊 喂 不好意思 实验开始之后停不下来 哈哈哈哈 OK,搞定了 怎么样小伙子 感觉还行吧 啊 鸭子 鸭子 你小子骗我 这根本不是变成钻石村民的实验 嘿嘿 我逗你玩的 等会儿就把你恢复圆状哈 哈哈哈哈 没错 我又招收了几个铁傀儡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被压遍呢 启动开关 不用慌老铁 只要压缩一下 你就能变成钻石了 哈哈哈哈 他被压成了大饼 这也太滑稽了吧 哈哈哈哈 等等 如果把铁傀儡和村民一起压缩 会合成出来什么呢 有点期待 压得 刚把我恢复原状又要搞我 放我出去啊 嗯? 合成完毕 嗯? 这是什么东西啊 村民铁傀儡? 嗯? 感觉好魁梧啊 你可以走了 哦 掉下来一只羊 不知道它压缩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来试一下 嗯? 这羊还挺乖的 不怎么乱动 不过 反正也是变成大饼 猜都能猜到 哦 这位大哥 你是谁啊 过去过去 这么有攻击性 那就给我去死吧 歪